我的座右鳴是 人生是一條單行道 每一個人在他的年齡層 必須要抓住機會 該做的事一定要走 我那個時候就是 一直在動腦筋 到底要買什麼東西來美國賣 那我當時就想到說 這個這麼多 美國這麼多汽車 那麼我在想說 看到那個人家展覽會 展銷會看到擺了很多 這個募資的這個車店 就像我們臺北的計程車司機 美國紐約那個計程車司機 都有鋪這個店子 我就覺得這個可以試試看 那麼我就到廣東交易會 花了一萬多美金 買兩千條回來要賣 就這樣開始了 結果我試賣結果還不錯 我當時我的成本五塊多一條 我賣十五塊 還一天進來可以賣個幾十條 最後最大的銷售量 您說三年你賣了多少條 後來我三年賣了 差不多一千萬條 一千萬條 一千萬條 所以最後獲利多少 我那時候就給我賺一桶金 因為我第一條買的是五塊多 最後因為量大了 才買到一塊多一條 那我的歷刃是相當驚人 那 我看見了 我看見了 我看見了